而三重组算命案警方在获报17个小时之内逮捕了凶手 这一回呢靠着是新装警备对手队长石春吉 他凭着嫌犯带狗还有拉粉色行李箱四大特征 迅速锁定了行踪最终成功立下大功 后方园警进入日租套房时灭门案嫌犯已被优势警力包围压制 将嫌犯上靠拉起来这名园警叫做石春吉 新北市警局的鹰眼神探 找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害怕狗会叫 狗叫了我们就有暴露的风险 他非常喜欢带狗 所以在带狗的情况下狗在人在 狗在人在成为掉画面最好人特征 从嫌犯离开命案大楼去板桥车站南下台中 都锁定带狗逃亡的身影 除此之外嫌犯身穿名牌棕色衬衫 又用了两个随身配件都很显眼 这个鲨鱼宠物袋以及粉红色行李箱 不止鹰眼小组特别注意到 在台中载到嫌犯的白牌车司机也对他印象深刻 协助警方找到他入住的日租套房 在母亲节还一个被害的母亲节一个交代 有没有 对我们警方来讲也是一个大快人心 石春吉曾货班模范警察 馆长枪击案新店咖啡商命案 都靠他找到关键画面 这次侦办灭门案 追到高铁污日站时一度中断 专案小组去附近庙宇拜拜后 就收到重要线索 确定了嫌犯藏匿地点 顺利在母亲节破案 记者综合报道 而这起灭门惨案发生之后 让附近邻居惊恐的嗤之 都现在这浓浓湿臭味还挥之不去 当然影响最大的绝对是房东了 因为现在这处房价市价打了七折 恐怕会损失五百万元 居士仍然走进高级大楼来回搜查 气氛异常严肃诡异 因为这里前几天发生一起凶杀案 领军人活在惊恐当中 因为到现在还能闻到石臭味 不仅每天都活在阴霾 更担心房价是否会有影响 三死命案就发生在新北市三重的 这户高级社区而这也是一户大型社区 总户数有110户 但是如今发生了灭门惨案 不只是房东就连这边的住户 他们也都很担心房价会大跌 人们千万豪宅转眼变成凶宅 这间房子的陈租人 唯一二十九岁的陈姓死者 过去以每个月四万元的租金 租下这两房一厅的房子 但根据了解他们近几个月 疑似是有基欠房租 房东正想收回房子不是租 但却没想到憾事发生 释放后影响最大的就是房东 这户房屋位在于三重重要地段 生活机能相当不错 屋龄十七年售价约一千九百万元 但因为发生凶杀案 不但租不出去 市价还会打七折 换算下来房东亏损将近五百万元 除了凶宅一本户 其他户价格几乎不会浮动 若有变动将会是影响成交量 若房东想要提前做房贩 可以在签约时加上不能轻身条款 或是提前保凶宅县 以此自保 记得中文报道 海拔 检单 г habil 洞 都 甚 不